好,我们第二讲开始 今天我们的第二讲 那么涉及到的是我们要讲解的八大问题之一 其中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瞬间捕捉奇形要害的这种能力的训练 那么怎么样捕捉奇形要害呢 那么我们还要把这个 把这个镜头要不断的聚焦 聚焦到最关键的那个地方 有很多人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总是想问 有没有捷径 其实捷径也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比尔盖斯他就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成为巨富首富 他肯定也是有捷径 那么我们学习围奇也是有捷径 但是我们不能迷恋这个捷径 那么在上面我写了 在括号里面有一段话就80%的常规战斗出现在边角 而且我们要练习什么呢 以三次为主二五为辅的基本手筋 我们要对这方面的这个技术要进行练习 归纳总结分位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 为什么会常规的战斗绝大多数会出现在边角 那么这是我们要对围棋的棋盘的结构 要进行一下分析 在棋盘上呢 我们认识的棋盘都是方的 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呢 这一个棋盘呢 就像一个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的那种直角桌标器 那么很快会有人找到的 左下角这就是圆点 X轴Y轴 但是呢 如果简单的这样理解呢 只能我们把这个棋盘看得太简单了 因为它是一个方 实际上呢 根据围棋的规则 围棋是以战控多少来决定这个胜负的 那么你战控多少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 我们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呢 那是面积的问题 那么说一道面积的问题呢 我们又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就是线段这个周常是相同的 那么你要是围棋圆形 你占的地是最多的 你的面积是最大的 所以呢 那我们在棋盘上会寻找 寻找这个圆 那么我们在棋盘上去寻找这个圆 这个圆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如果要是看到这个棋盘 我们会考虑到说 老师 圆吗 难道是 就是这个圆吗 我们看看 在这个棋盘上 主要是没有笔 不能画得太圆 说这是圆 不对 这个圆呢 不是我们要寻找那个圆 棋盘上的 圆 它并不是以一个完整的圆出现的 它是以四个扇形的结构出现的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区域 从A到H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么这是一个扇形 在棋盘上的存在着四个扇形 这四个扇形的区域 就是它的组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个圆 因为我们知道 圆是面积最大的那个图形 但是在棋盘上呢 它变形了 它变成了四个扇形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四个扇形当中呢 这里边的利益的争夺是最关键的 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类似的一种布局 在我们 比如说我们七零 七零后的人啊 在七零后的起 我在学习的时候 一般都是那个围棋热 那台赛的时候学习 当时我们印象最深的 就是聂亦平 大叫五公正术 世纪之战 在大礼之前呢 大家对五公正术的 这个 棋风啊 是非常的推崇 所谓的宇宙流 那么他的棋呢 这个三连星演变到四连星 一直演变到 这个三连星到冬子 他自己评价 他自己是 叫什么来着 叫这个自然流 他是自然而然围绕冬子的 那么他的棋的一个特点 在最 他的 这个状态最好 成绩最好的时候 他比较常用的方法 就是三连星 四连星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看这个棋盘 当这个四连星出现的时候 也就是 那个扇星区域出现了 双方的利益争夺的焦点 往往就集中在这个扇星的 焦点地带 就是右下角 三连星和中国流不是一回事 但是中国流和三连星呢 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他都是平行型的布局 那么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流 无论你 白棋抢在上边的挂角也好 还是下边的挂角也好 那么作为黑棋来讲呢 他上下 AB两个点呢 他理论上是必得其一的 只要站住其中的一个点 黑棋就可以出现 在这个棋盘上 他划算的第一个扇形的那个区域 就是两欲张开的那个棋形出现了 那么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右下角的这个两欲张开 对 两欲张开实际上 它已经构成了一个扇形的最基本的一个框架 没有这个两欲张开 你根本谈不上扇形 那么无论棋盘上 这个子和子之间怎么样去配合 怎么样去分割 那么按照自然的规律 按照这个棋盘上说 我们只要是以维护多少来确定胜负的话 那么他的焦点必然是在角上 而这个角呢 必然是要向两个方向发展 继续的扩张才能够 争取最大的利益 那么刚才有的 有的企有说 没有这个扇形出现啊 现在就是大坎大杀谁的战斗力强 那么我们可以在 学习高手对于当中 我们可以去对高手的布局到中盘过渡期段 过渡的这个期间做一些研究 我想呢 有一句话说的很对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很多大坎大杀那只是表象 很多的招式也只是表象 最终的目的是要啊 谁战略控夺谁赢 谁的效率高谁赢 那么你要想在空旷的棋盘上想要成空违控效率高 必然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视线锁定在那个焦点上 什么焦点上呢 就是这个扇形区域 扇形区域的焦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角两个边 战了脚以后势必要考虑向两边发展 所以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我们不能随意的去走进这样的自然规律 那么中国的古旗当中呢 它的布局是作主制度 在一张开局的时候呢 旗反正就是摆了四个子 而这四个子呢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是错开的对角形的 而这个对角形的布局呢 在想要形成两一张开的格局的时候呢 是比较困难的 它跟平行形的中国刘和三连星去比较 中国刘和三连星白棋 无法去有效的防止对方走出两一张开 那么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实战当中 我们去进行一下这样的分析 在韩国回来的棋友 包括在韩国的棋院做过训练的一些棋友 他们带回来一个 就是一些我们在做交流的时候 他们在讲 说在韩国棋院 在韩国的很多这个 棋校到场上 有一个阶段的时候 专门练习三四线的战斗 不讲 就是练习三四线的战斗 它这种方法呢 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 因为围棋的战斗 绝大部分常规战斗是出现在边角 而这个边角呢 是扇形区域的核心所在 所以我们的学习呢 也是可以先在边角展开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从脚上开始 脚上的要点在什么地方 对 有些是在中间 是在中腹发生战斗 但是呢 没有边角作为一坨中腹的战斗 是空洞的 那么刚才我已经 对此呢 做了解释 我说绝大部分的战斗 是发生在边角的 那么有些战斗是没有萱烟的 没有鲜血的 那是更高层次的战斗 那么我们回归到地球上来吧 我们来讨论一下 在边角上的常规的战斗 你常规的战斗 打不赢的话 至于说什么空战啊 这些我们都不要去谈 说到脚 那么战脚的方式呢 我们常见的这么几种 我现在来摆其中的四种 星位 小木 三三和木外 当然的高木啊 还有一个超高木啊 这些我们暂时不去 作为重点去研究 首先从星的这个角度去研究它 星呢 是很早出现的战控脚的方法 它的位置呢 在脚上呢 是比较平衡的 它是在两个方向 都是在四线上 它两边发展的机会是均等的 那么白旗要 接近 因为要去跟他争夺脚步的利益的话 他怎么样去接触 这颗黑子 那么有这样几种方法 请大家来选择一下 哪些方法是合理的 哪些方法是不合理的 我们 划分一下 最常用的几种方法 这几种方法 这还 这还蛮多的啊 A B C D E F G H F 这还打不上 这成为1了 那么啊 就是这个KFC 这个KFC 就是什么 就是肯德基啊 我们在这几个点当中 大家 你可以做出判断和选择 你认为哪个点 是可行的一种下法 我们来看 刚才 几位器 我们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有很多种选择 这个像大导说 除了A和I以外 都不选择 那么在这个接触 新位的时候啊 我们来看一下白旗的几种方法 点三三是我们知道 的一种常用的好 这个点三三经常用 不过你具备着 业余一段的水平 你是肯定会了解 这个点三三 这是抢夺对方脚步实力的 一种最常见的方法 而且点了以后呢 两边同行 无论黑旗挡到哪一侧 我的白旗啊 都可以 今天的鼠标有点不大好使 都可以很轻松的 解决局部的问题 争夺对方脚上的利益 但是为什么 不是什么场合都可以点这个三三呢 是因为白旗点完三三以后 他得力了 他还要付出代价 付出什么代价呢 他失去了发展的权力 或者反过来说 黑旗发展的能力 大大的增强 所以点三三的下法呢 是场合的下法 在有些场合是可以应用的 有些场合呢 不适合马上应用 那么我们暂时不研究它 我们知道这个点三三呢 是一种有效的 合理的方法 刚才有同学说到这个拖 也有同学说 这步棋呢 不行 其他都可以 这步棋不行 这步棋不行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间当中 能看到它 这又来怎么理解 那一会儿我们也要研究 那么有几个下法呢 通常我们是不用的 比如说呢 这个棋走在 走在这个外面挡点的位置 大家说算了算了 老师 你这个讲 我们都听得懂了 这步棋不能走的 这步棋如果要走的话 不得了啊 这个黑棋的脚呢 守住了 白棋受伤了 错误 好了 大多数的时候 这种接近对方子的方法呢 我们都认为它是错误 但是呢 在有的时候 它就成为正确的手段 那么什么时候是正确手段呢 以后我们再研究它 好了 那么大有就是 比如说碰在他身上 这种棋也很少见 但是引征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 还有呢 最恐怖的就是坚冲行为 我想呢 这个 八十年在学棋的棋友 都知道这个坚冲 都知道坚冲行为 最有名的实战 就是世界上 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冠军 他在产生的那一刹那 就是从这个坚冲开始 鲁公正术的黑棋 坚冲 林海峰的行为 非常的刺激的一瞬 通常认为是大握手的一步棋 在那盘棋堂中 对 成为了这个致胜的一招 这是有 呃 有典故的 我们也不 多讲 那么我们看看 为什么大多数的时候都去挂脚 为什么呀 刚才我们 回到我们刚才所讲 如果白棋 简单的点三三 去争夺 黑棋脚步的 实控的时候呢 白棋的发展的权力 是被黑棋 给遏制住了 黑棋呢 变得非常的强壮 他向外发展的能力 大大的增强 他可以 沿着两条线 持续的发展 同时呢 又把自己的势力呢 面向中辅 白棋 所得 很多时候会 小于所失 这个有点得不偿失 但是先挂脚 先在小飞的位置上 逐渐的靠近黑棋 那么他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首先 对付星位 我们用点三三 是最实惠的 最简单的方法 黑棋的缺陷就在这里 我们在前面讲到了 三四线 是主要的 占控的线 但是四线是有弱点的 四线的弱点 是控手的不牢 尤其是四四这个星位 那么一旦 出现黑棋脱线 或者黑棋夹击 或者黑棋在 其他方向上行骑的时候 白棋再点脚的时候 情况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 由于 白棋外边有一颗子 帮忙 那么黑棋呢 已经无力去搬头了 因为他再搬头的话 会出现 如果你要用墙 那么你会死得很惨 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挂脚这颗子 在作战当中 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你黑棋逃出去的时候 白棋得力非常多 那么反过来呢 如果黑棋按照正确的方法 我们所了解的 定式的方法 去长头 白棋搬接以后呢 他的体型 他的棋型变得更加的强壮了 他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在二线尾棋的爬行了 他可以快速的跳出头 他躲的脚地要大一些 同时他还有发展的机会 而且外边的挂脚的子 他是死而不僵 他虽然被黑棋的势力圈所限制 但是呢 如果你不特意在他身上砍两刀 再上一道架锁的话 他以后呢 可以利用这个夹 长 跳 肩等等的这些手段 他的活动 会给黑棋带来很多的麻烦 因为黑棋的棋型 比当初差了很多 那么反过来呢 如果我要用另外一种挂脚的方法 来对付黑棋的话 这个棋差别很大 我们来看一下 你再点三三 那么如果你要想跳出头 你还要搬接加强自己再跳出来 这个时候的情况就发生很大的变化 白棋基本上没有太好的后续手段来对付黑棋的右边 黑棋的棋型非常理想 所以为什么会在三五线挂脚 为什么会小飞挂脚 居多 他主要原因 就是你在三五线的小飞挂脚 对黑脚的威胁最大 那么这是子和子接触的时候出现的一种问题 我们现在学习的重点呢 就是在边角的一些常规的战斗的方法 那么再说说其他具体的手段 对付这个轻位 我们经常在现在的起步当中看到了二四路的入侵 二五路的入侵 这种手段司空见惯 那么有的企业就会说 哎呀 这个高手这么胡闹吗 写了书告诉我们呢 在三四线上去占地去发展 然后他们自己动手就在二线钻进来了 三下两下就把我掏个金光 然后我就输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种棋呢 实际上在以前的高手对于当中也是频繁出现的 只不过大家呢 把它当成一个特例来看待 那现代的围棋布局啊 有很多试探性的手法 像这种二线的对付黑角的方法 它有带着很强烈的这个试探性 而且呢 它还不是乱用的 你比如说这个棋周围的局面是空旷的时候 白棋是不会轻易用这样的手段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差别 比如说对付这首棋 黑棋靠住 那么白棋最简单的长一个 然后说哎呀我这个太弱了 我得撤退啊 撤退回去拆边生根啊 那么黑棋在下边会下什么呢 他的脚步变得很强壮了 如果在下边行棋 黑棋至少要拆到这 他会走拆三 那么黑棋的地会比较庞大 比较可观 即便是白棋手段用的再强烈一些 我去挖入 那么白棋的右边会更好一些 但是同样呢 下边的黑棋呢 更加的理想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是白棋在得力的同时 也帮了黑棋的忙 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华武术当中 有一个有一个流派呢 就是所谓这个太极 他要借力打力 四两勃千斤 那现在的黑棋呢 就非常的自由 非常的舒服 你白棋用尽蛮力 这个黑棋呢 得的还比白棋多 这样走呢 白棋呢 是得不偿失的 那么什么时候用的呢 我们如果把这个情况稍微 做一些改动就不一样 比如说现在的状况 对 看场合 比如说现在的状况 那么白棋再用这样的手段 差别就出来了 他呢 紧盯着三番的要点 问黑棋守不守 黑棋如果守 哪怕我白棋守最简单的下法 那么我呢 达到了一个通过威胁黑角 然后破坏黑棋 右边模样的这么一个目的 我达到了 我升根了 但是你黑棋的所得 我们现在看 黑棋脚是守住 但是黑棋拆边的这颗子 他这个小飞啊 当初他都 他这部棋的步子很小 所以白棋可以施展这类的手段 如果黑棋的步子很大 白棋是不会轻易用这样的手段 刚才有个棋友问 欧十八 你这个欧十八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有了小飞以后的下场 那个欧十八也是二五路的青森啊 两个方向是一样的 你要是增加了一个小飞以后 你白棋不会在欧十八那个位置出现 那么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个白棋如果点到这的话 肯定是吃亏的 这也不是绝对的呀 这为什么不是绝对的呢 我们再看一个结构 回到前面 比如说 比如说右边现在这种状况 车二立下去以后 不让白棋轻易的能向右上方向行旗 那个等一下 那个等一下 不能马上回答你的问题 载棋这个时候 点在这个位置呢 反倒成了一部局部场合的下法 那么他要做什么呢 他会强行的贴上去以后呢 他做什么 他在右边呢 尽快的完善自己的眼泪 这种骑行的在实战当中也是出现过的 那么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是下边黑棋是一个紧促的小间 他即便在中府 单头 那么他的骑行 像黑八呀 黑棋的黑六啊 星卫呀 还有下边小间的四所谷 他们在一起呢 他们虽然厚 但是他的步调很慢 他的效率并不是非常高 这是白棋可以走这种下法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这种场合下 如果白棋 那比如说白棋走这个拆衣 他会觉得自己的眼泪是要局促 所以具体的手段呢 在不同的实战当中要具体的去分析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高手的对局 我们会感觉到他们怎么什么都能下 然后写了书上我们什么都不能下 不是这样的 因为书上的这个很多讲解呢 它是也有它的局限性 书上的会印上就印上了 它不可能变 也许我们还少看了一个说你学的东西 我交给你是这样做的 但是要灵活应用 过来的话 大家都成了军事家嘛 随便翻一本兵法 咱们就可以领兵法杖了 不能了 所以我们会出现什么 赵阔啊 马术啊 只会 只会看死书 看书 这是不够的 要分析它 去研究它 那么 还有刚才有的棋友 可能提出问题了 说这个棋 哎呀 这个棋友怎么来摆啊 比如说这个挖入的时候 黑棋外边打 这个外边打的下法呢 也是一种场合的定式 那么这些呢 我们会在以后的课论当中 详细的去 详细的去详解 那么 你到底要说什么呢 我现在是讲到二五清分 这样靠近的手段 那么你那个 白切 这个棋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棋在这段啊 有吗 我知道了 你说的是那个点三三的手段 是吗 哎呦 你这个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 此时黑起党 白起欧视党 是哪和哪的问题 你说第一步棋就走在这儿了 这步棋和右边那不一样吗 啊 只不过就换了角度而已吗 对咱们换下一个话题了 嗯 嗯 OK好继续 嗯 脚上的 接触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 白起 要找到黑起腥味的 要害 它的要害在哪里呢 它的要害主要是 两点 一个是呢 在它的这个 嗯 它的脚内 是存在着 这个被点三三的这个弱点 那么我们讲解 我们来了解这个棋型要点的黑起 白起对付黑起 脚上的行为 我们知道一般呢 我们会选择 在这个A位挂脚 小费挂脚来靠近他 先靠近他才有以后的事情 至于以后的事情 我们是在以后的客人当中讲的 啊 我不再去继续的去解释大家一些提论 那么我们也解释了一下 先挂脚和先点脚的一种区别 他们之间一种关系 我们了解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种棋型 我们从哪里开始展开 在哪里开始入手 那么同时呢 我们介绍一下像二四路 二五路的这种轻分 他在实战当中 在什么场合下才可能会去应用 你像现在这种场合呢 如果白起去应用的话 下边的黑起自然会宽拆 他呢 武力变强 他会直接拆得很远 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棋型 放在棋盘上呢 和我们正常的挂脚 这个棋型放在棋盘上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那么这是挂脚的意义 这是心味上的要点 回到小木 我们来看一下右上角的小木 小木的弱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捕捉 要有瞬间捕捉 棋型要害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小木 都知道挂脚 但是只知我们不能知其人 不知其所以人 所有对付小木的挂脚 全部所有的视线都在锁定三三位 也就是说他的弱点 以我的理解 还是在三三这个位置上 你所有的挂脚 都是掩着兵的这个点 规定走在这 你比如说 我们的小飞挂脚 难道他的下一步棋 不想在脚上去争夺实力吗 如果我们把视线紧紧集中在脚部 那么好了 脚部的实地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这个扇形区域的核心所在 我把你的核给你掏掉了 你这个扇形的区域 你只有空架子是没有用的 对吧 你做一个大圆 我把你里面做一个 我在你里面做一个小圆 完了 所以呢 很多的战斗 他在早期的时候 都是紧盯着脚上的对方的弱点 或者是防御着自己的弱点开始 比如说两翼张开的那颗子 他张到什么位置上去呢 比如这个心位 他张到地位 在右边张开 他也是在换了一种方式 在限制对方 在地位挂脚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他是在保护自己的侧衣 在遥相辉 在唱这个双城戏 那么在左上角 在右上角 黑棋挂在高木子位置上 也会考虑这样的下发 比如说 白棋在温柔的小飞的时候 我们的黑棋呢 会先在脚上拉一把 然后再 看到对方已经站了脚跟的时候 那我们知难而退 我们在上边控制一定的区域 我们在发展上边 我们也是尽可能多的 把白棋的脚 抢走一部分 在你身上挂下二两肉 挂下二两油 然后呢 我自己在搞建设 我们很少会看见这样的棋 比如说白棋小飞以后 黑棋拆边 然后白棋在脱退 我们很少看见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棋还很多 我们有一种布局当中呢 这个黑棋挂完脚以后就不敢脱脚 我不知道有没有棋有见过这样的棋 因为他一旦去脱脚 就会遭到对方的攻击 对方不在脚上补棋了 在外边选择夹攻黑棋了 第一块黑棋定脚了 那么这种下发 也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 叫场合定式 在某些场合下 在左上和右下 白棋有子力支援的时候 白棋会考虑这个定式 至于这个定式怎么走 以后我们研究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脚步的利益 现在正常情况下 黑棋是可以抢的 但是有的时候 黑棋为什么不敢抢呢 是因为白棋诱之以利 你就来测诱这脚吧 我就用脚上的实地来诱惑你 然后呢 我反方向夹攻 我要达到我的战略目的 那么两个人在这个地方 是斗智斗勇的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扇形区域的核心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虽然说可以了解一些场用的定式 但是这些定式如何变化 我们要深入分析它 这是我们以后客人当中的也是一个重点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双方在脚步争夺的时候 实际上三方肋呢 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那么回到左下角的木外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看到类似像白六拖一手棋的这种应对的方法 黑旗站在小木的位置上去争夺脚地 那么白旗呢 在以后的接触战当中呢 他可能也要靠在三三上 去跟黑旗争夺这个脚 一旦黑旗呢 如果要简单的这样应对 那对不起了 我的手段就来了 那我再冲断你 我就很凶恨 很凶恨 或者是呢 这里跟一个争夺有关系 就是你黑旗如果冲着去吃 那么白旗冲了以后去灌 甚至包括这里呢 还有先立脚的方法 然后再去吃脚 允许黑旗外围切断不一 或者是白旗利用最简单的争夺有力 那么将黑脚完整的分数 也是刚才所说的幼稚以立啊 我让你看到我的弱点啊 你来跟我过战呀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这个白旗呢 他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弱点 请大家注意 他实际上是隐蔽了先冲的这一手旗 他直接亮出靠三三的这一招 他隐蔽了这个冲 隐蔽这个冲有什么意义呢 他不状紧气 他不犯状紧气的错误 那么有了这两手旗 6旗这两手旗 摆在旗牌上 我们能看出呢 白旗为什么会靠呢 是因为有一句格言叫做 一团气促须鼻啊 这个旗形是比较 气是比较局促的 我们顶住他会逼着对方退让 那么这个退让在哪呢 是在这儿 我白旗省过两手旗 直接靠在三三上 也是要点 那么这个要点呢 在这之前我省过两手旗 我不直接去靠 我不直接去冲断 然后再去靠 那么冲上再靠的话 黑旗知道了 我自己错了 我必须走这个 但是这个旗形呢 白旗已经先损了 他已经先自己撞紧去了 然后呢 还帮助下边的增加了一颗黑酒 他自己也丧失了一些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走到这里以后 白旗要是不赌的话 他还要赌外边 那么黑旗就得到先手 反过来呢 如果是换一种方式 比如说走成一个这样的定式 反正白旗不需要赌外边 他直接把脚抢掉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脚部的一些常用的手段 那么对付对方一盒子占空脚的手段 我们知道呢 这个主要是挂角的接近 那么有一点区别的主要是谁呢 主要是这个三三 三三的话 这个白旗呢 有尖冲对付他的方法 因为三三的位置偏低 所以我们限制他的发展 比这个跟他抢地呢 可能来的更容易一些 你向哪边爬 我用最简单的定式来对付你呢 也可以 大家都是 这个 很不错 很漂亮的骑行 各取所需 所以你要直接站空脚三三的话 你就能够 要能够应对对方的减重 要不怕被对方压低 要敢于打地躺拳 所以呢 这个三三的定式呢 在围棋的定式当中 脚步站的当中 他是相对来说 他是特别一点 他有一点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 我脑子洗干净了 我本身就砍我 所以这种下法 在日本的这个 以前门户森延的那个年代 四到这个家族的那个年代 他们把这个三三 三门呢 他们把这个三三认为是禁手 他们是从礼貌的角度来讲 所以这个三三就是引徑受禄的一个情形 你要是徒弟跟师父这样下的话 你属于是无礼 是被称为禁手的 你这种下法太高高了 你对师父师门不敬了 当然呢 这都不是绝对的 后来这个吴清源在挑战那个紫英方秀斋的时候 他就走了 新三三天元 这个挑战权威 但是他不是蔑视权威 他后来走的也很好 他说两目情 他面说两目 这我们就不再讨论他了 那么只有他相对特殊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当这个脚步得到加固的时候 我们呢 寻找他的要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呢 我们主要来看 这个新瑞的小飞手脚 小木的小飞手脚和大飞手脚 他们 这个情形 他们的要害部位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右下角的 这个黑旗的小飞手脚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这里呢 这个简单重复一下 他的弱点在哪里 在他的开口处 三四线为主嘛 但是呢 三线和四线又有区别 三线呢 守地守着牢 我在给小朋友们上课的时候 经常讲 我说叫子乐三线 必防 其子乐在三线上 这个实地呢 就已经防住了 对方基本上是闯不进来的 在空旷的时候是如此 但是你乐在四线不一样啊 四线是谁啊 三线是 如果说这是个粮仓的话 要防备老鼠来偷粮 三线的子呢 他都是猫 四线子就是猫头鹰 你想从猫把手大门闯进去 很困难 就对老鼠来说 但是你要在猫头鹰把手的大门口 你要想闯进去 就相对容易一些 什么理由啊 猫头鹰虽然也很厉害 但是他有进手 他有进区 什么进区 你在地道里跑 你贴着墙跑的时候 猫头鹰哪里没办法 这个道理很简单 当你贴着墙跑的时候 猫头鹰要冲来抓你 他自己就撞在墙上了 他就是有这样的弱点 所以呢 他的防御上存在着弱点 那么白旗 依靠这个弱点来侵入黑角呢 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那么 二五路 二四路 下拖 点三三 这都是小飞 行为小飞受到以后 他的命门要害所在 你要对付他 你从这四个点上下手 这是正常情况 请大家这个回顾一下 在我们的记忆库里边 是不是我们的对手 或者我们看不到棋 当遇到这个棋情 在对付黑角 是不是都在这四个点上下着手 如果统计我这个观点呢 请答应 是不是都在这四个点上 没到这个四个点下着 好了 我看这个统计数据基本上差不多了 多确实是这样 就是围绕这四个点 那么 有个同学说 这个拖子呢 拖的话 冰来降挡水来土掩 要手脚 你搬在里边 要攻击对方 你搬在外边 具体的手段 以后的课程当中去讲解 那么 我们现在是在总结 归纳 分类 这四个是要点 为什么是要点 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这条线 这个方向 是猫和鹰在手 在手梁方 就这么简单 我们把这个提示 你人化 你物化 我们就会理解这个道理了 他存在弱点 所以我们就下手了 那么 回到小木了 比如说 左下角 白旗这个手脚 我们都知道叫无忧角 无忧角的缘故 他在右下角做一个对比 我们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了 那么左下角 我这两个子都在三线 我左边的木外在三线 下边的小木在三线 你进不来吧 是进不来 那么进不来怎么办 怎么对付这个无忧角 这个无忧角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学到一定阶段 就会发现 我的天 这个无忧角 是真正的有忧角 不是无忧角 他毛病怎么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 他到底存在哪些毛病 接触左下角 这个无忧角的手段 他的命门在什么地方 有这么几个点 这四八个方法 就是一个是下边的碰 一个是左边的碰 一个是二路的拖 一个是碰三三 一个是靠路 还有肩冲震头 或者天 还有左边的二路拖 不得了了 难道一个这么坚固的无忧角 还要被你黑棋折腾成什么样子 实在不像话 那为什么在这个无忧角身边 这么坚固的无忧角身边 居然还有这么多手段出现的 什么原因 什么道理 原因就是你啊 太紧凑了 你想这个脚地 你想的 这个睡觉都流口水 你一上场 你就两个只把这脚守住了 可以啊 我让你变得重复 让你呢 后上加后 你家小房子挺好看 我就骗你 我就又骗你 做装修 天天在屋里做装修 天天在自己家墙里贴瓷砖 啊 越贴越漂亮 越贴好看 天然一走 我说哎呀 这个是冷色调了 咱们再换个暖色调的吧 贴来贴去贴来贴去 最后什么结果呢 你自己没有睡觉的地方了 因为你家里所有的空间都贴成瓷砖了 你怎么睡觉 所以这一个你是无忧角 所以我的手段比右下脚那个扭右脚还多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吗 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二路拖 对 白旗呢 嘴巴一馋 就被黑旗啪啪啪啪 几个大耳光上去了 自己装修挺好 但是发展权被人给剥夺了 以后呢 人家黑旗呢 说不玩了 走了 白旗呢 还是啊 这个看着 是叫什么剑断天灵命 见到赤子的时候 忘乎所以 挨个赤子吧 黑旗就走了 白旗还在这继续装修呢 这样子一看就知道 这个白旗肯定输了 后面这几种下法当然是夸张一点 但是我们经常会陷入到对方这种陷阱当中 我们推对方找到要害了 但是我们不能客观的应对对手 那么这个二线拖 也是有一点 它是什么性质呢 一方面幼稚以利 另外一方面试探你的应手 那么包括这个 只要是围绕着这几个子贴身的下法 都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手段 简直是太酷了 什么手段呢 我外送一个内靠一个 所以我白旗气的呢 吹胡瞪眼 这一句还想出去吗 那黑旗说我不是想出去 我想在左边 我要什么搞什么牵手斑毡是吧 然后呢 我在左边 我让你这个事情重复 你在想搞装修吧 你这小家你搞什么装修 一寸照片不要多弄点井 把人拍进去是真的 小房这么小 站住就行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正因为你结构紧凑 所以我可以帮着你搞装修 这是对付无忧角 对付无忧角呢 我们有中国的手段 那么这些手段 你要是再换个场合就不好使了 你再换到右上角的大飞脚上 还灵不灵了呢 有一点不灵了 比如说你说我碰 那么走成这样一个骑形呢 相当于是下边把你点一个 让他去绑一下 那右上角这个碰呢 就是划虎不成反类齐犬了 这不是他的要害 那么像大飞脚的要害在哪里呢 大飞的脚的要害 有这么几个脸 一个是呢 有有这个二路脱 一个是靠在三番上 一个是点了 一个是靠路 当然他也招过阵头啊 和这个F位的点 也有这么多点 那么大概有些什么手段呢 比如说 他用二路脱的时候 也是有点用之以利 如果你要是搬吃他 他就切断 那么你吃齐 比如你这样吃齐呢 跟走下脚的手段差不多 黑齐呢 青春点水一般的 在这扔下几个 这个散兵 当你全神贯注消灭 这几个散兵的时候呢 我在其他地方 已经捞了很多的利益了 你自己呢 原地踏步搞装修了 大致意思如此 那么如果那直接提 我就再打上去 你家里面打劫了 你在自己家里边玩这个炸弹 对吧 敌人在进入你的家 然后你自己拎着一颗手头弹 在自己的屋里拉弦 你说你敢冲进了 我就拉弦 我房子也炸了 有这样的人吗 那人家不进去了 等你手一抖的时候 你自己把自己家炸了喝 所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或者是在白旗背着口诀 跟别人战斗 有十字啊 长一方啊 好了你来吧 好像这个黑旗没什么手段 黑旗在这一碰 白旗就晕了 什么晕了 你不能搬他 你说碰你来 我搬住你一个大黑的旗行 你比如说像这个 左边 白旗要靠着你 黑旗一搬 这个白怎么好动啊 现在不是了 现在你要一搬的话 我这个打相当于是双打嘛 对不对 你跑了这个 我再打 我再接 坏了 白旗会穿着四分五裂 所以呢 捕过这个旗行的弱点 关键是对方啊 要应对 他也要这个合理 有时就长一方 就是三个人打两个人 这个好打一些 我自己的体格变强了 那么我再跟你对打的话 我就不怕你了 那么至于其他的点啊 像这种走在对方头上的阵 他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你的子权在三线上 我在我线上 主要是限制你的发展 对吧 我要限制你的发展 那么这种方式呢 主要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 在白旗已经两翼张开的情况下出现 举例说明 比如说啊 这个旗白旗已经两翼张开了 那么我这个黑旗呢 可能用类似这样的方法去 你这只鸟要飞了 对不起 我把你的头摁住 最近刚演的电影就是阿凡达嘛 啊 魅影骑士 对吧 不把你的头摁住 我怎么当这个魅影骑士啊 啊 按住你的头 我要是抓着你只翅膀不好使 摁住头的时候往往是有效的 那么这是一种接近对方棋子的方法 那么至于以后战略怎么样啊 我们以后慢慢研究一百堂课 不着急啊 也不是一堂课能学会的 那么像这个BCD这三个点的靠路啊 打路 那么主要是要有周围的子去接一 举例说明 比如说呢 啊 这个旗在右边有黑子的时候 那么黑旗呢 哎 我靠近三三 靠近三三 如果你要挺头 那我一般接一小飞 这个脚活了 我有破级脚的方法 我这些点还是围绕着脚上的利益 我这些下法还是围绕着 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扇形区域的核心部位 就是这个脚 我们不能孤立的看一个脚 那样的话 我们学的很多招法全学死 我们把这个脚看作那个未来的 可能出现的 效率最高的那个扇形区域的核心地带 我们是争夺这个核心的 那么在这个局部呢 当黑旗靠入三三的时候 白旗也有很多应对的方法 这里介绍了两种 比如说你要搬的话 黑旗最简单就是向下利 利下你挡我吗 你挡我就搬吧 那么你要是街上的话 我是可以活旗的 那你要是捕下去的话 这个事就简单了 我这可以可以打吃啊 打吃以后的 我这个随便顶一顶退一退 是可以了 这个手带大家可以自己去演练 自己去计算 那么你白旗 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就可以逃出去了 你这个脚是我的 我靠在三三上 你想把我吃干净很困难 那么这是大飞脚的一个弱点 当我外面有子靠近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 那么另外一个方向的接近 比如说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黑旗点入 你白旗如果要用封锁的方法 我在上边有这个二路 有外面子帮忙 我可以出去 如果你不让我出去呢 那么我就冲了以后 比如我这个旗 我在 当然我不考虑很多实际情况了 我这个旗可以跳 可以爬三三 我牺牲外边的力 我里边就可以破你的脚了 那么这些点 包括像这种 内侧的靠路 都是在 找到 利用外边自己的主 在捕捉对方 脚步的弱点 漏洞 我们来达到一定的目的 当然不是说这种下法 就可以一放地把对手打倒 只能够我们必须掌握一些 常规战斗的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找到的都是 这个脚步的 这趟跟我们脚 找的全是脚步的 骑行要害 那么大黑脚的 ABCDEF 是它主要的弱点 那么像这个F这个点呢 一般来说是特殊一点 通常呢 是黑旗的通过压制白脚 限制它的发展为目的 像类似这样的一个定型 这个是相对少见一系 好了 这个小飞大飞手脚的骑行呢 大体上是这样 那么星位呢 它那个小飞和大飞呢 是外边是这个 小飞和大飞 轻脚的手段呢 比较相似 我们再继续介绍 再说一种情况呢 就是单关手脚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三关手脚 右上的三关手脚 小目张手脚比较多一些 它的 接近它的手段呢 也是差不多的一些手段 那么我们先看看右下角 右下角呢 可以找到的弱点 就是点三三啊 拖啊 二四啊 二五啊 还是这四个点 主要是以这四点 如果你这个骑行 要是在右边要兴起的话 可能会考虑这个二路的侵入 那么至于右上脚呢 那么对于这个单关手脚的手段呢 也比较多 比如说呢 也有托 也有外碰 也有内碰 点次 外围逼迫 二路 这个F位没有啊 这个继位的 这个二路前列 那么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棋呢 会发现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像欣慰这一代呢 欣慰单关脚这一代 我们侵入的主要手段 仍然是利用对方位置高的缺陷 来入侵的 他的骑行的要害 他的弱点就在他的脚下 因为所有的猫科英全上航了 我的老鼠可以贴着墙进去了 挖着洞进去了 那么像右上角这种小木的单关脚 这一类的提醒我们靠近他 一方面呢 是像在意味一代的逼迫 警告对手 你说我下一步骑就要进脚了 你守不守啊 你要是守的话 那我就回拆了 后撤站边 如果你要是假攻我呢 那么我的手段呢 可能就是比如说点次啊 或者小飞进入啊 利用你这个二路的漏洞 摩托鹰的弱点 然后我再 破你的痛的同时自己生根 这是一种类型 那我就直接 比如说周围游子接应的情况下 我这个骑可能直接二路漏进去 让你这个局部呢 没有办法挡住 没有办法挡住我 当你挡住我的时候呢 我这个外侧已经得力了 那么你要是去攻击我的话 也许我可以用不同的手段 比如说这个骑行呢 我可以再去刺 要冲都去 我随随便便就可以把这个脚活出来 外侧呢 还断着白旗 我还在你的要害上切断 当然我摆的这个具体手段呢 会略微粗糙一些 这不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 那么为什么会有右边靠这类的手段出现呢 是因为这个手段呢 白黑旗要求在右边获利 自己想在右边获利 那么同时呢 又因为对方的骑行紧凑 所以我要让你后上加后 我让你搞装修 那么在有些特殊的配合情况下 这个黑旗呢 有这类的方法 那么像这个骑行 为什么最后白十二的这手旗 会在二线上守呢 它如果固守会怎么样呢 它如果要是固守的话 对方就有这个点 你如果接上它就爬出去 这个白旗呢 空有一身强壮的体质 不知道给谁干活 给谁打工 赚谁的钱 那么如果你要是挡呢 这个黑旗的方法也会有些变化 它可能会直接打吃 然后呢 再拐 拐过以后 这个旗行的还比较有趣 这可能形成一个结征 那么或者是黑旗呢 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我先 先搬 你挡我 说我先搬 你要挡我的时候呢 我钻你打 我接你补齐的时候呢 我再紧弃 把你杀了就完了 总之 像右上角这种 单单手脚的这种骑行 他的弱点 我们要想找到他弱点 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是从上边开口处 威胁他 需要破他的空 或者是呢 站在外边有人帮忙 我直接就在二线三线掏进去 那么在右边这种碰一类的方法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让这个白旗变得重复一些 让他在自己的小家里边搞装修 然后呢 我在右边根据旗行的配合再去获利 至于BD两个点 这个黑旗在里边点 还有这个靠三三这样点 它是一种试探性的手段 同时问路 我看你白旗应对的方式 在决定我对付你的方法 在什么时候用这种手段比较多呢 一般来说呢 是在白旗 两翼张开的时候 我用这种旗比较多 我在这个三三上 比如靠一下 我看你应对我的方法 我决定怎么去对付你的模样 那虎对我的单 你要是吃在里边呢 那么 我将来就外边一打 比如我有利于边上的破空 那么你要是藏在外边呢 我这个旗行呢 是刚刚好一个巧合 可以这个以后 在你脚里登一杯灯 抢一点地盘 留下一个很大的关子 这是碰脚啊 或者点刺的一些手段 我们今天不是具体的讲 具体的打一步棋 今天我们整个讲座的内容呢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种理解 旗行结构 或者说是一种 你布局常识的一个思路 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 它的开始就源自于 在棋盘上找到那个圆 这个圆呢 分解成四个扇形 在四个扇形区域当中 我们找到核心的位置 我们找到搭建这个扇形区域的 一种步骤 在这个步骤 对方在实施的时候 我们怎么找到它的弱点 利用它四线的弱点 三线的弱点 对四线的棋 我们可以在下面掏 对三线的棋 我们可以在上边压 对紧凑的齐形 我们可以让它自己压搞装修 那么找到这些点 我们呢 我们的具线 我们的思路 就会逐渐的聚焦 我们就知道 该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从哪一手去开始